稅務的問題好像已經 還給清白 要不要 牧師要不要講一下那個聲音 你淺淺的微笑 就像無美自將 請問一下接下來會不會對 王蔚林 阿斌他們做提告 對啊 你尷尬的微笑 就像無語自將 謝謝國稅舉辦我們清白 宋一鳴教會沒逃稅 不求阿斌道歉 白家綺捲霸凌丟太鹽有真相 終究還是國稅局扛起了所有 宋一鳴成為林夫妻主理的 一起發光教會被踢爆逃漏稅 前教育阿斌還為此向國稅局檢舉 但是調查結果以證據不足 查無逃漏稅相關證據解案 稅務的問題好像已經 還給清白 要不要 牧師要不要講一下那個聲音 你淺淺的微笑就像無媚自將 一洗發光的稅務真的是被國稅局 徹查到底喔 每一筆金流 每一筆風險 每一塊錢都是差的 側側筆底 清清楚楚 所以 絕對沒有任何一塊錢 落入私人帳戶 更不可能有一塊錢 落入私人的用途 也絕對不可能有 逃漏稅 狂暴薪資 或者是 捐贈收據不能使用 那更不可能 用協會一起發光的錢 購買上億的豪宅 或者是 支付 還是英國的學費 如果有的話 現在應該沒有辦法再站在這裡了 我覺得身為工作人物 是要經得起 來公平的 那所以 我覺得這是好事 請問一下接下來會不會對王衛林 發生他們做啟動 你尷尬的微笑就像 暮雨自成 我覺得我們今天 你的那五十節活動 我們應該還是合規的 國稅局 謝謝國稅局幫我們請 來 然後請他們道歉 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關係啦 因為我這樣講 其實這個事情延宕多時 從108年到現在 近有四年的時間 那既然國稅局已經還清白了 誤會已經解釋清楚了 那其實真的沒有關係 我們也 還是希望有機會啦 有機會大家可以坐下來 好好的聊一聊 那也尊重他們的想法跟做法 有一個說法說 其實教友們的十一奉獻 其實也是不夠用的 那如果不夠用的部分 要怎麼去掩蓋 如果不夠用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在場的這些人 要想辦法去補足 而白家綺跟吳東諺 也被身為前教友的小甜甜 指控自己被家暴時 被夫妻倆阻止驗傷 白家綺後來還被曝出 國中時期霸凌同學的爭議 女生形象大聲 家綺好像一直要帶你去 沒有 之前所發生的事情 並不是一個時間點可以說完的 只是今天是城市祈禱早餐會 那也不好意思耽誤大家的時間 然後又講個不清不楚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在未來跟大家還原真相 很謝謝大家的關心 所以明明還不會舉一個愛在四月間 當然是一定會辦下去 對 現場可能還會有前出支退支 哈哈哈哈